近日,青年演员肖战成为了光棍杰最想表白的男艺人 女艺人则是预言,都是实力派演员,也是魅力优质偶像 然而对于肖战来说,伴随而来的,就有不好的舆论倾向 肖战参演的话剧如梦之梦开票了 网上一些博主带节奏称,票价高,半本都破千等 这种说法给人一种割韭菜的感觉 实际上完全不是,没有看到普通票 据悉,平台揭晓了最想表白的男女艺人 肖战和预言成功上榜,可喜可贺 就在粉丝们争先恐后向肖战表白的同时 网上开始恶意针对肖战参演的话剧如梦之梦 被带节奏质疑评价太高,半本都已经破千了 完整版本就要更多,其实这就是你情我愿的事情 更何况有便宜的票价,几十块钱,几百块钱的都有 这些闭口不谈,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也都不能接受这样的舆论倾向 价位有高有低,时长八个小时,完全可以接受 举个例子,演唱会,看比赛不都是这样 有大多数观众都可以接受的普通价位 也有位置比较靠前,票价当然不一样 完全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,没有人强迫 总之,这种事情放在其他艺人身上,还感觉不可思议 放在肖战身上,就感觉很普通了,一点都不奇怪 出道至今,这么多年了,网上的一些阴阳怪气一直都存在 不想看到肖战的发展越来越好 总想着给肖战制造麻烦,见怪不怪 这些不可能影响到肖战,更不能左右粉丝的判断 祝福肖战演出顺利